好 各位同學 今天我和大家講一講 PowerPoint的演示的方法 大家都以為PowerPoint是幫忙做演示 坦白說它真的是幫忙做演示 但是有件事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PowerPoint是幫你製作還真片 即製作同演示 但是它不是幫忙做演示 所以我們看到有個公司的龍才說 PowerPoint是不負責做演示 而是負責製作還真片的 這件事大家要記住 待會我們會看到有10點提醒大家 在製作PowerPoint的過程中要注意的人 也都教大家怎樣做演示 好 我們開始看看 首先我們要用強而有的 有的材料 支持你的演示 這裏是說什麼呢 就是觀眾來到看你做演示的時候 他們不是要看你很漂亮的 螢幕上很漂亮的花刊 螢幕上很漂亮的畫面 而是要什麼呢 而是說你們要準備一份強而有力的簡報的程序 所以你在那個演示上 你們要想一下怎樣可以吸引到觀眾聽你 所以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PowerPoint是之前口頭的演示 好 第二 我們做PowerPoint的時候 我們要簡單化它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說人家吸收你的演示的時候 如果是簡單一點的 而不是說很複雜的話 你是可以將一個訊息很快去給予別人的 所以這裏就是說 不要用太多的文字和圖形來破壞你的演示 而你是真的需要在螢幕上演示出 即所有的東西都演示了嗎 不是的 而是說你是要將一些你想給人看的東西 就給它出去 而不是給一些無謂的東西給人看 這裏有些權威人的建議 例如不超過文字 每張環金片不超過文行 那些這樣 當然大家記住了 第三 就是我們要將環環金的數量 盡量減少它 其實跟剛才說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們不要給太多無謂的東西給人 我們應該要給一些簡潔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我們也要盡量減少PowerPoint的數量 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就是說如果你是給一張照片給別人看 就好像這裏 說講一個人口之外 整個數量的時候 有多少這樣 那其實你給一張年老虎人的照片 給它彈一個這樣的照片出來的時候 你會節省很多文字上的解釋 你不會解釋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 一個圖片 整個千年萬月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了 亦都不要 這個PowerPoint 彈出來之後 你就將圓框幕的所有文字 去讀它一次 因為 如果你這樣讀它一次的話 其實每個人 只需要看著的圓框 然後在上面去看一次 這樣就失負了那個數字 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 就只是 嘗試玩上的文字 就像這裏這樣說 包括 你都是要令到觀眾 在本田自前的接觸 觀眾來到 是 看你 而不是 看著你的 所以 那些人很習慣 在講演說的時候 他就是 轉轉 然後 看著大人光 然後 看著大人光 接著 逐句話 用最常見 最分譜 職責 演講者 亦無無無存在 亦只要 亦只要對他自覺 否認真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是 你來這裡 究竟是看那個包包 或者看那個人 所以大家這件事 要記住 這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辦的 錯誤 安排 評論的時間 這樣 記住一件事 就是 你 其實 那個 就好像你會說 這個時間 是安排一個問題 永遠不要 在環境片一開始 就去評論它 記住 你在說一件事 有些技巧 就是 我把一些問題 抄給你 抄都可以 抄不到 其實 其實 就開始要有些雜貨 找出來 所以我們 應該要安排一些 評論的時間 當別人看了很多東西 之後 跟別人去補充它 這樣就可以 做得更加好的 我們講話的時候 有一個叫間接 間接的用途是什麼呢 就是說 說真的 如果一邊去一邊去一邊去 一邊去一邊去一邊去 一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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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別人聽完 腦子裡 都要一邊去消化 對 你不讓別人去 有時間去消化的話 可能它只會聽到你頭部一邊去 然後到最後一邊去 那麼 中間的東西 都忘記了 忘記了 忘記了 或者都會被忍到 好了 所以你在講話的時候 是要 要有一個 評論 來找他們 可以去消化 你所講的 OK 那另外 有一件事 這裡都看到了 就是說 在包床裡有一個功能 就叫做 B按鈕 B按鈕有什麼意思呢 當你按到B字的時候 他亦說不可以 叫做哈哈 哈哈 其實哈哈 也有一樣東西好的 就是說 你不會被一些信息影響了 他亦說不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B的按鈕 你按一下B 之後他亦會出來了 這個東西 是用來做 包裝的 就是說 你的文字 紅線 背影顏色 如果你是選擇一些 比較常見 兼顏色的話 那是會 是會 令到 你的包床 是更漂亮的 當然 現在這些 可以製造它 是一些 推銷 這個包床 的 亦都是 即是說 他會加些 漂亮的元素 進去 這裡 講的一件事 就是強烈的反差 傳達的訊息 那 其實強烈的反差 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要記住一件事 如果大家一起去幻想一下 如果我 這個包床 用一個 粉紅色的背景 然後 有一個 紅色的 這個 你出來的效果 就會 人家可能會看到 一片面的 都是粉紅色 又或者 看到一片 都是紅色的 那 你所表達的東西 就完了 對吧 所以 你要想一下 如果 簡單來說 什麼 反差 就是說 你試一下 一個 白色的背景 加上黑色的字 這不是 特別 強烈的反差 人家 起碼 打出來 看什麼 是吧 當然 黑色的位置 是一個 極端的位置 如果 用一些 不同的 反差 是不錯的 例如 藍色和黃色 都有一個 對比 紅色和綠色 有一個 對比 可以 連用藍色的對比 做這些 強烈的反差 出來